餐饮业的流动率很高 不过薪水条件 有的开出来也是相当的不错 有一名在新竹担任工程师的网友 无印间看到了 平价面馆的真彩海报 发现正值人约的热心 开到了四万三千块 惊讶的直呼 快比竹科工程师的热心高了 那么po文出来之后 也引发了网友的一阵热议 分享说 不要看这个薪水看似优渥 但其实在餐饮界工作 也是非常的辛苦的 那么开出高薪的面馆业者 也无奈的说 就算薪水开的越来越高 还是请不到人 在刚摊好的白面里 加入肉扫 抓紧空档 边盛汤边点餐 就算过了用餐尖锋时段 备料包水饺 夜市工作之一 但看看这月薪四万三 尽管店员手没停过 也没喊累 薪水高 这一次我做的相对就要比较多 一名网友日前在竹科附近的 这间平价面店发现这张招募广告 陈真正职人员月薪四十三K 月收六天 享三节和年终奖金 让他看了直呼薪水快比自己在竹科一间金元代工厂 当工程师的月薪还要高 还说这间面店的生意大概是普通偏好 但店家开出的薪水远超预期 有人点出关键 餐饮宴通常收价少 加班更是常态 不过业者很无奈 认为就算薪水越开越高 但员工一样难起 像大学生毕业二十二可以前进 那这种四万三他觉得太累 做饭店就觉得不适合就走掉了 一天九个钟基本上都站着 从来怎么去 也真的两个多月了 你要以他们的忙碌常驻 餐饮业43K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不过高薪背后的辛苦 恐怕做过才知道 这其实是先行的报道 一次是因为找不到搭车的地点 真的是非常的危险 这名男子就抱着孩子肉身挡公车 这个事情就发生在9号上午8点多 台中市台湾大道的慢车道上 一名男子抱着小孩要搭公车 但是最近的公车站体 正在进行维修 必须要在指定的地点 才能够上下车 男子疑似是找不到搭车地点 竟然趁着红灯 就跑到了公车前 以肉身阻挡公车前进 还不断地对着司机叫骂 造成了后方的交通堵塞 而警方表示 这样的行为可依法开罚 早上8点多 台湾大道的慢车道上 车来车网 一名男子抱着孩子 不但站在路中间 甚至整个人阻挡在公车前方 男子情绪激动 对着BRT站体的维修人员 不断抱怨 公车司机不通人情 车上乘客全都傻眼 还有人在赶时间 幸好最后男子自己退到路边 事情是发生在9号早上 这名男子疑似要带孩子上学 但因为最近站体在维修 公车站正格封闭 必须要到指定的地点搭乘 男子疑似找不到 竟然趁着红灯以肉身缆车 不好啦 这样不好啦 你被半路再开门 就很危险啊 旁边还有那个摩托车也很多啊 没有站在公车站牌 然后因为他一突然出现 会造成就是交通上的阻碍 男子抱着孩子 站在路中间缆车的行为 民众通批根本是最坏声教 而这样的行为 警方说可以依法开罚 构成道教条例第78条 一箱四款和罚缓信贷B300元 只是事情还没完 男子推到路边后 没有多久 公车就抛锚了 无法行驶 司机只好让车上乘客 通通下车 改搭乘其他辆公车 难怪车上乘客要说 啊 天哪 我怎么今天这么幸运呢 借家务福岩台中报道 立委高嘉瑜遭到前男友林炳书施暴 那么现在呢 也牵扯出了林炳书被执意 用国安人员的身份 打疫苗的案外案 虽然卫福部查证 他是透过网路平台预约施打 并不是国安局的造册人员 但是林炳书的第一季施打的地点呢 是在台北市的小核心民权诊所 小核心在今天就回应了 说林炳书呢 是以诊所内 无姓护理师男友的身份 施打残疾 不过卫福部长陈时中就强调了 残疾施打 只开放给医护的同住家人 并不是同居者 林炳书施暴高嘉瑜风波 如今牵扯特权疫苗案外案 如今林炳书的疫苗施打记录 终于曝光 7月中在小核心民权诊所 林炳书接种第一季莫德纳 当时正式外传高嘉瑜替核心 瞧疫苗引发轩然大波 第二季在10月初接种 更远赴台中荣种 北市议员爆料 中荣院长陈世安 就是林炳书母亲告别式的 赠花名单之一 之一就是特权疫苗 核心营运长成清 却加码爆料 林炳书和无性护理师 7月份早就是男女朋友关系 但当时中央残疾规定 能否施打同居男友 陈世中一锤定音不可以 台中荣种也发出声明 说林炳书母亲 长期在中荣住院 送花然之意 是人之常情 但强调施打疫苗 合乎规定 但核心是否再度违规 如今压力 回归北市府 清查到底是否特权疫苗 接着我们讲 李河荣 高子尧 调报道 政治焦点来关注到的是 四大公投 星期六就要投票了 蓝绿阵营呢 各自推出影片来催票 总统蔡英文面对镜头 以台湾队长的身份 向国人诉说心理话 那么就呼吁 投下四个不同意 也不忘用台语 向长辈来说明 而国民党的青年军 也透过空拍视角把缺电 空污议题具象化 学者分析 这次的公投不只是蓝绿对决 中信选民占比将近四成 这些中信选民的投票动向 将是左右公投案 最后的结果 温柔且坚定的语气 总统蔡英文在公投日投票前 有些内心话面对镜头 说给你听 不忘用台语向长辈们问候 说明这是台湾队长 也是总统想对国人说的真心话 而国民党青年军同样推出影片 如果我跟你说 空拍视角年轻人在各地高举 我同意的手板 蓝绿阵营各自推出影片催票 然而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调查 公投支持度基本盘绿大于蓝 中信选民占比37.3% 将是公投案的决胜关键 公投结果对视不对人 不过学者分析 对接下来的大选都会有影响 民进党不希望输任何一项 因为任何一项输了 对他都是大伤 他的影响不仅是现在 影响到未来 四大公投案 有关国家发展方向 和政党竞争态势 过于不过 周六见分晓